30岁的人,70岁的身子 国在新疆旧幕还不自知 女长们就直接把她脚搬过来 我去,身体怎么会差成这样 了解才知道 这祸是香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他叫红飞虎 外号是商女王 我而女人就是他的天赋 泡边认识的每一个女孩 最后还不负责任 简直人渣中的奋渣 可就这样的人 还有一群女人围着她转 真想把她抓过来求问 而不是,是审问一下 她怎么可以这样 当然,女人的生意做多了 售后是个大问题 一瓶空姐为她跳楼 红飞虎被迫前来营救 结果来了才发现 现场已经一片混乱 因为前来营救的谈判专家 警队负责任 还有先王队长 全都是红飞虎的前女友 这就很上头了 忽然保安小姐上了一个甜甜的笑 红飞虎瞬间眼眸绿光 结果聊了才知道 她早就被红飞虎炮过了 飞虎瞬间没得兴趣 开始转战下一个目标 一时间群女激愤 追过来暴打红飞虎 然后红飞虎就怎么都尿不出来了 她以为自己的肾是被打坏了 私人医生却告诉她 是你作用于过度才导致的 那怎么办呢 现在西医人无药可救了 去试试中医吧 普天之下 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医治她 一个是少林 一个是武当 但是他们也不会受这个阴贼的 第三个地方 就是曾经和少林武当齐民的俄眉 What 去俄眉派这条南科 导演你是怎么想到的 到了成都 俄眉派掌门亲自来迎接 掌门名叫灭绝 一部傻不冷灯 出世为生的样子 红飞虎对她是一阵嫌弃 直接把行李丢到地上 灭绝也不生气 劈点劈点跟上去 想上山就要怕台阶 这可是球艺的第一个步骤 红飞虎几个人都快累死了 一台都发现还有缆车 为什么不做 因为灭绝觉得太贵了 要八十一个人呢 好比把红飞虎背到山顶 看到半米高的门槛 肥龙直接愣住了 几个人试出吃奶的力气 都没把他们的老板搞过去 还是灭绝一个抬手轻松搞定 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 进门之前 灭绝跟飞虎约法三章 要她不能搞自己的师姐妹 飞虎满口答应 要搞 她又在深圳珠海搞了 何必爬这么多台阶来呢 灭绝这才放心的回头 大喊一声 然后从四面八方 冒出来一群习武女子 她们都故意把自己磨丑 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平安 然而哪个师妹好看 哪个师妹有气质 红飞虎早就精准定位 老板的好色成分 肥龙最是了解的 到了罗美内房 红飞虎满口只有一个字 住的是shit 吃的也是shit 罗美被骂 灭绝一脸都不在乎 难道她真的就无所谓 怎么可能 好戏还在后头 当晚红飞虎就感觉不对 叫上手下连眼下山 可是山上的人 根本不信任她的抽签 山里又冷又黑 肥龙也不肯被她下山 回来一群人 刚好遇见峨梅殿功 灭绝的从天而降的剑法 一下就戳进了飞虎的心里 第二天 他们还不信灭绝会武功 一个个张牙五爪的前军试探 结果一个抗荣游毁 把死人全打上天 灭绝这是条件反射 反应过来之后 才一个个去营救 这下飞虎他们才相信 峨梅有真实力 接着几个重伤的人 被按脚检查 心肝脾肺 结果只有飞虎的最严重 舌发率 眼发白 30岁的年龄 70岁的身体 快死了都不知道 飞虎还不服 灭绝就在她的脚上点了几下 这下飞虎才死心塌地地 跟着灭绝治病 这治病的过程很有意思 她先让飞虎抱着一棵大树 让峨梅蚂蚁去脚下了钉钉 然后在她头上扎满银针 把她痛得大喊大叫 接着让她跪在祖师婆婆的雕像前 独自练过 自己打自己的脸 打到毛细血管破裂才算有疗效 这明显是在故意惩罚飞虎 可即便这样 飞虎还是满脑子女人 要么是胸大腿长 要么是回忆自己的精彩战绩 连祖师婆婆的群体 她都要偷看 简直无药可救了 最后灭绝上身 给她上了一副毒药 治病症治病的 峨梅派忽然警钟联想 山门之上 被打除了29个血掌印 是他们的大师姐杀回来的 灭绝推算 29个血印就是29条人命 包括红飞虎几人和她自己的 她只是要和峨梅派同步于尽 注册了耐克和阿迪达斯的标记 说明大师姐生活潦倒 正推测着呢 忽然肥龙几人前来求救 此时的飞虎脸色发白 浑身僵硬 感觉马上就要嘎了 灭绝这才坦言 峨梅有事 没空再刷你们 然后一套连招帮她逼毒 再用三根峨梅针 从切铃根直插而入 红飞虎的脸色瞬间好转 呃 虽然中心很神 但是电影中的剧情明显怪于夸大 大家不要轻易魔法 红飞虎问灭绝 以前有没有真的医过我 没有 百分之百耍你 而且我还害你 完全是为了被你伤过心的女人出口气 红飞虎听完破口大骂 还好被手下板按住 再怎么说 也是掌门治好她的病 灭绝也没空再看她废话 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林总是她还交代 在飞虎中药的喝法 呼的一声腰风袭来 额美派赶紧摆好阵势 可等大师姐一出场 短短几秒钟就破解阵法 李彬彬啊 这个妆处竟然莫名的好看 听他们聊完才知道 原来大师姐才是真正的额美掌门 她因为被渣男玩弄 才精神错乱 一会儿要灭门 一会儿要自杀的 一言不合就和灭绝打起来 额美派最厉害的武功 叫做伤心断肠剑 可是灭绝没有拍过拖 怎么打都打不出伤害 还是大师姐伤心到位 一出招就威力无比 结合回合之后 大师姐倒挂流泪 又恢复神志 她以掌门的身份下令 要灭绝赶紧练成伤心断肠剑 来抵御风魔后的自己 否则额美真就有灭门之灾了 说完又以欧阳峰的姿势 大跳着退去 伤心断肠剑威力无比 可是灭绝怎么练都不得诀窍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男人 来跟灭绝谈恋爱 然后在极端的时间内追掉她 再来伤她的心 师妹们告诉她 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男人可以做到 一个是李奥纳多 一个是牧村拓栽 但这两个都语言不通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 就是红飞虎 原来她在致兵期间 一直没闲着 短暂几日就拿下了 俄美派所有的女孩 用的还是被至尊宝 用的烂的爱情誓言 一个师妹说完 其他师妹全部抱头痛哭 我这乖乖 这是全军覆没了 他们还为了飞虎大打出手 所以 这个世界只有红飞虎 才能帮她练成伤心断肠剑 听到这 灭绝连夜带着大包小包来到神圣 此时的飞虎正在左拥右抱 准备她的沙山之夜 看到灭绝深夜前来 再两句话 推算出灭绝来的目的 你师姐叫李莫愁 你要练的剑法 还叫做伤心断肠剑 又来找我帮忙 肯定是要我伤女王 来伤你的心对吧 不得不说 飞虎色为色 痴伤还是很在线的 灭绝在山上治好她的病 她来回报一下 一不中辞嘛 可是灭绝还情都未开 她和飞虎约定 不能牵手啊 不能亲嘴 更不能上床 飞虎赶紧回应 当然不会的 这都伤得了我 飞虎露出傲娇的表情 看着真是太贱了 下面看飞虎 是如何一步步 泡到灭绝的 都学着点啊 啊不是 大家都防着点 飞虎先把灭绝 带到一个超豪华的 大酒店里 一边展示 还一边埋怨 我真没用啊 只能让你住 这么烂的房间 灭绝哪见过这十年 赶紧拿着小费 打赏精力 灭绝还不知道 怎么开始呢 飞虎就已经展开公式 除了答应帮灭绝 也是有私心的 因为在峨眉山那一晚 灭绝飞天天舞的身姿 已经印在了他的心里 灭绝知道自己招架不住 赶紧躲到厕所 倾起脚趾头 忽然一阵钢琴声飘来 飞虎用蹩脚的声音 唱着无比老套的情歌 再次敲开灭绝的心扉 等灭绝马上要陷入其中的时候 飞虎忽然收手 说自己过了十二点不走 就会变成新蛙了 然后以训练不及掩耳的速度 摔门而出 让灭绝刚有点激动的心情 瞬间失落 再在几分钟之后 推门进来 不好意思 我忘了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接着飞虎 以一个极其夸张又浪漫的姿势 抱入灭绝 热闻了好几分钟 一吻定情 然后潇洒起身 甩意离去 这第一套组合拳完美打出 灭绝基本就已经无法自拔了 然后再来晚上打电话 说想他 要马上过来见他 灭绝已经被吻了 已经被破了第一套防线 虽然嘴上说的无所谓 身体觉得很诚实的 穿衣打扮去等飞虎 可是他等呀等 从半夜等到天亮 打电话也没人接 这时又看到新闻说 香港富豪商女王的车 在路边撞毁 生死未知 在灭绝最担心的时候 飞虎敲门而入 脸上包带了夸张的绷带 让灭绝忍不住关心 就一天一晚 一进一出 一身一浅的爱情招式 直接把灭绝打得毫无照价之力 现在飞虎说什么 他都说好 飞虎直接霸道总裁 出去买点衣服 晚上直接见父母 啊 这么快 可不得快嘛 李伯仇找灭绝绝足的时间 也很快的 晚上的剧情更是快的夸张 直接从一类变成三类 第一次看到飞虎的父母的时候 我总觉得他们是假扮的 男友第一次见女孩 就送戒指送表 还白满酒瓶 要大干一场的 然后两人轮番上阵 拉飞茅台对着喝 第一轮下去 飞虎妈就不行了 但是灭绝还是很坚挺的 从桌子下面爬起来接着喝 毕竟是有五公底子的 最后飞虎爸险生 这是飞虎的第二步 灌醉灭绝之后趁虚而入 他把灭绝带到一个满是震动的山上 准备下一步 忽然灭绝惊醒 大喊 我要回酒店 行行行行行行 车子立马开回酒店 激情伺火 被子盖了一次又一次 可是关键时刻 灭绝还是逃了 他躲在卫生间里哭 不是说好不亲嘴 不上床的吗 男人都是这样的 一开始说不会不会 飞虎想要简单粗暴一点 赶紧做完进行下一个步骤 灭绝是怎么也不从 那不如这样 就当我们已经做过了 这怎么当 灭绝就把他拉到床上 然后故意搞乱头发 再给飞虎点上一根烟 把飞虎都给看乐了 这没经验 就是没经验 然后两人就在床上 嬉笑打到一整夜 第二天一大早 灭绝又去逛商场 给飞虎买衣服 连内裤都买了 这是妥妥的喜欢上飞虎了 辞职的飞虎 一手搂的美女 一手打电话 我答应过你什么 帮我 帮你什么 帮我练伤心断肠剑咯 那要怎么练的 伤我的心啊 灭绝大叫一声 转头就跑 他始终浑身解数 躲过飞虎小弟的围追堵截 灭绝刚尝到恋爱的甜蜜 还不想那么早上线 飞虎直接质问他 你时间很多吗 别废话了 今晚搬到我家去住 我要你插翅也能飞 就到了飞虎家里 灭绝还是躲在房间里 飞虎就直接破门而入 然后在他面前使劲地亲嘴 可灭绝看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他能感觉得出来 他们俩是假的 所以根本不上线 晚上飞虎直接抱着女人 到灭绝的床上 后者也毫无感觉 甚至还能跟女孩聊得很投机 这就很棘手了 飞虎从未遇到这样难对付的女孩 其实灭绝的心很好伤的 这事在第二天就办成了 这天一大早 飞虎一家人陪着灭绝吃早饭 肥龙忽然大喊 凯莉小姐回来了 飞虎爸妈赶紧其人收拾 一边收拾 还一边讲着凯莉小姐的情况 凯莉是飞虎的未婚妻 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他们家包括飞虎 都不怎么喜欢这个凯莉 结婚双方的生意都好做 还没让他们介绍完 凯莉就上楼了 她大声质问 这个女人是谁 飞虎就说 朋友咯 然后凯莉就巴唧巴唧说了一大堆 一边生气 一边大骂灭绝长得丑 可是灭绝却根本不在意 自顾自来回去吃好吃的 所有人志在听着表演 原来这就是飞虎 专门找来的演戏女孩 专门商议灭绝心的 可这招在灭绝这根本不管用 不是他们演技有多假 而是女人的直觉 她感受不到那女孩和飞虎的感情 也就感受不到任何压力 飞虎巴提议 为什么不找真的凯莉来呢 找他来有什么用呢 大家都商量好各玩各的 就算让凯莉碰见了 她还只会说 哎呀 sorry呀 你有女朋友在这儿啊 我还得开心点呀 这样根本就没法伤灭绝的心嘛 正说着 真凯莉就回来了 她看着飞虎老的女人 也是一点都不生气 可他呢 刚走几步 就感到楼上有强大的威胁 灭绝也是同时感受到 不一样的气场 他们同时走进楼梯 观察对方 首先是凯莉发脾气 她是谁 你女朋友 你玩不可以玩 但是不能找一个 比我漂亮的 其他队友还上来补刀 说灭绝人好看 脾气又好 凯莉直接受不了了 要赶灭绝走人 灭绝这边一脸懵逼 她嘴上说着 你们好假呀 你们是在演戏吧 可是心里 却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真实的压力 在看到家里的小狗 都给凯莉掉皮包的时候 灭绝落荒而逃 她说肚子饿 要先去吃早餐 她坐在那里狼吞虎咽 想要抵消掉 我问婚妻这个念头 可飞虎却冷明明地 出现在身旁 这种被真正的 主人驱逐的感觉 冰冷到有点疼痛 这还不算完啊 灭绝刚出门 飞虎就追了出来 他下定把行李 全部摔在地上 可是肥龙两人 却不忍心对灭绝那么狠 飞虎一把推开小地 你是不是想害死他 你是不是想害他 打不过人家 灭绝看着凶狠的飞虎 眼中带泪 又忽然笑了出来 他觉得有点开心 因为他终于有点伤心了 这种又要伤 又要爱的设定 真的很奇妙啊 灭绝还想要更伤心一点 他们就假装抢夺首饰 把所有送他东西 都帮了下来 抢了钱 就让他睡公园 捡垃圾吃 然后在送他上车的时候 还在关心 睡点个公园比较好 还在关心 要不要帮他给出租钱 三九公园 你不要给钱哦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了 我有什么办法 那我帮你给嘛 你对我好 我又不伤心了 那不给了 不给钱就不开车 我尼玛笑死了 然后还关心 他有没有电话 没有电池 就把所有的电池 都拿给他 灵绝还交代 记住 保持伤心啊 这剧情 看着真是又好笑又可怜 在公园里 灵绝跟两个乞丐同吃同睡 大晚上大雨磅礴 灵绝想到飞虎的身边 还有其他女人 伤心的感觉涌上心头 一轮大雨开始练剑 他第一次把伤心断上剑 打出威力 练成之后 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飞虎 飞虎这边早就等得急不可耐 他一看是灵绝的电话 就立马把电视开得很大声 喘了粗气 接灵绝的电话故意气他 灵绝说 自己已经练成了三招 还有五招不会 灵绝就一口答应他 一定帮他 可是灵绝在公园等了一星期 都没见人来 两个老乞丐就补刀说 飞虎肯定是忙了 忙着当别人的老公了 灵绝就再次伤心练剑 威力是有了 但还是不够 晚上飞虎就出进了灵绝的面前 一把把灵绝抱住 自己这次好像搞砸了 他好像真的哀伤灭绝了 等灵绝心生希望的时候 飞虎就掏出一张褶住的喜铁 灵绝直接崩坏了 你拿喜铁给我 这一下灵绝想死的心都有了 飞虎不忍心 要不我们不要玩了 不要比武 不要做掌门 那之前的努力 岂不就白费了 想一想又不行 飞虎最后问灵绝 那我结婚那天 你会不会 会是吗 来讲婚 大喜之日转眼其道 婚礼上 凯莉的前男友们疯狂上心 给凯莉长足了面子 而飞虎这边 一个前女友都没来 因为最近她都没泡用 最后还是灵绝一人 骑着单车硬闯婚礼 飞虎听完 直接飞门下台 哇 编剧你终于想通了 要给个完美结局 结果飞虎拉了灵绝 刚没走几步 就开始回头质问 怎么这么臭啊 你在公园厕所洗澡 你在厕所洗澡 不就是个乞丐 大家快来看 这里有乞丐啊 灵绝刚还幸福呢 这心情一下一落千丈 这商女王出了门的小气 之前在额媒山上被整了 她这次是故意整回来的 灵绝一下颜面尽失 痛哭着跑出婚礼 她现在伤心的 连自行车都付不起来了 这时候飞虎忽然跳出来 怎么样 够不够伤心啊 卧槽 这剧情要不要这么玩的 灵绝也糟不住 看到飞虎是满心的恐怖 不知道她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飞虎现在很兴奋的表示 自己是很负责的商女王 答应她的事就一定会帮到底 可现在灵绝已经不想要帮忙练剑了 她最后只有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爱过我 当然没有啦 百分之百假情假意 完全没有真感情 灵绝一下子直接伤透了 谢谢你帮我 然后落魄离开 飞虎看到灵绝伤心的背影 高兴地掏出一只雪茄 搞定 现在去收拾残局 国际惯例 离婚 分一半财产 我去 这经济联姻是真的利索 凯莉最后问飞虎 你跟我结婚都是各种算计 那跟她呢 有没有耍心机 飞虎慌忙否定 没有啊 连上床都是假的 这样吃贵的事你都肯做 最后凯莉拿起话筒宣布 话筒一甩 沉沉霸气 峨眉山上 灵绝和李莫愁正在激情对见 灵绝尝到了伤心的苦 知道大师姐受到多么重的伤害 她不想要决斗 更不想要再伤害大师姐 可后者忽然正常 忽然神经的 根本不给灵绝说话了时间 李然一再打了十分胶着 飞虎忽然赶到 说自己要当展门大姑爷 可小师妹告诉她 峨眉规矩 掌门是不可以结婚的 啊 有这规矩不早说 飞虎赶紧现身 说自己已经离婚了 要灵绝嫁给她做少奶奶 一边表白还一边唱情歌 这下把灵绝搞不会了 不伤心 她的剑法就使不出威力 几招下去就差点招架不住 手下们赶紧拉住飞虎说 李莫愁是疯的 如果不打败李莫愁 他们都在死 我擦 有这事不早说 她又左用又半小师妹 想要伤灵绝的心 可现在根本不顶用 现在克制李莫愁唯一的办法 就是练到伤心断肠剑的最后一事 百年好合 只不过这个剑法已经事传已久 全部的秘密都在祖师伯伯的雕像上 医学人赶紧去查看雕像 飞虎第一个舞的 百年好合的最终奥义就是 只想对方的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啊去 祖师伯伯哪有这么肤浅的 飞虎再去查看 确定一下竟然有秘籍 只眼开息 只眼闭 只记好兮 不记坏 各种奥妙在其中 百年好合 笑呵呵 灭绝喝莫愁 听完后 瞬间领悟 再次对见之后 威力大增 所有人都被震得七分八速的 最后论功力 灭绝还是差了一分 灭绝被震退 李莫愁还要趁机出剑 飞虎想了没想 就用身体挡在前面 李莫愁这才是挺手 恭喜你二十枚 舍身相救这一下 可假不了啊 爱情其实就是这样的 一段感情 可以给你很深的伤害 那它一定也会给你 带来很多的快乐 大世界终于恢复 重归掌门之位 隔眉之巅 飞虎和灭绝又创下一个新的招式 叫做白子千孙 自此电影结束 那么爱情片拍的如此 轻润脱俗的 还得是杜西风啊 又要伤又要帮的设定 是怎么想出来的 看的时候都不知道 要替灭绝高兴还是悲伤 可能爱情就是这样 爱恨交缠 欲断难断 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 我正在过到三十八的路上 除了一路旌旗的风景 结伴了一对朋友情侣 也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边玩边吵 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他们查下的内容 跟我之前经历的都相当一样 大部分是因为一句话 或者一个眼神 引起了导火索 然后又越吵越凶 越吵越猛 直到最后的歇斯底底的 大叫大哭收场 之后我们一起探讨 为什么我们总会对 最亲近的人发脾气 为什么总是对 最亲近的人吹毛求疵 好像一个不符合 自己习惯的行为 都能引爆地球 哪有那么严重的 其实大部分 是因为我们太想要对方 同步自己的习惯 不符合 或者没有达到预期 就会大吵大闹 电影很离谱 却讲了一个 普世无华的道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想好来不想坏 才能百年好合 笑呵呵 睁眼闭眼 不是放人不管 也不是在遇到矛盾的时候 大声争吵 来试图修正对方 而是保容他 可怜他 然后融化他 这样才能爱情长久 百年好合了 不管你们做不做得到 反正我做不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旅行结束 老屋已回归 后期使劲耿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